这次的阵线也延长到了基层民意 卫福部长陈时中17号 是副迪化街商圈 视察猪肉品的标示状况 结果遭到一名富人标骂 掀起热烈讨论 周围的摊商也拍手较好 但现在民进党的立委王帝宇 却起底他 说他是国民党的党工 为了美租议题 富人炮火猛攻 前一天卫福部长陈时中 来到迪化街 视察猪肉品标示 在一旁大骂的富人 现在身份被起底 竟然是国民党党工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 在脸书开炮 证明愤怒的富人 是国民党议员罗志强的支持者 原本以为只是一般民众抗议 当时一旁还有摊商 拍手较好 但没想到富人 前脚才刚呛完陈时中 后脚就来声援 同时间在市场口发表 反美朱演讲的兰姻议员 地方每个人都认得他 觉得有意见都可以表达 就算是党工也可以表达 但是身份诚实告知 一个人分事两脚 是出于本意或受益 这个我没有证据 没办法指控 曾姓妇人脸书的个人简介 大大写上国民党党工 其实他不只有党工身份 更代表国民党选过里长 和台北大同区党代表 民众大声表达意见 说话身份蓝绿有别 起底热出争议 记得台北综合报道 请观看 感谢观看